好 这个时候开机键一按下就到了我们的第六步了 第六步产生各主供电呢 第六步产生各主供电 看一下这 第一个供电 PPCPU Core CPU的核心供电 电压当然它是波动的 0.625到1.06跟CPU的进程有关系 然后下面这个是Buck0的FB反馈 这个是反馈 就是对输出电压进行一个检测 判断电压是不是准确的 是偏高还是偏低 然后我们的这个U2700再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高哪条低 低哪条高 好 下面这个PPGPU PPGPU这个地方的电压是0.67到0.9W 这个电压什么时候有呢 这个电压是进系统后 我们打开游戏或者看视频的时候就会产生 那么按下开机键的时候呢 它是不产生的啊 好 它在这个什么 1.3V for overdrive only 就是说当它在全负债运行的时候 那么呢 它的电压最高可以达到1.3V 比如说有些同学喜欢玩王者荣耀的是吧 或者其他这种 游戏视觉效果比较好的这种耗资源的这种电压就会起起来啊 总之在开机的时候它都不产生了啊 它都不产生了啊 好 第三 这个ppsoc s1 soc就是什么soc就是cpu嘛 就是cpu的内核嘛 是吧 cpu的核心供电啊 s1 这个0.67到0.8V 一般来说这个上面 cpu的电压它都是波动的 不是说固定的 跟这个有一定进程一定的关系啊 第四 ppv8sr 1.8V嘛 是吧 这就是相当于我们 以往的这个 6代的ppv8 那它为什么写一个 哎 看一下前面有什么s1 s2 s它是指的这个顺序 就是我们的时序的意思 一般写s1的电压呢 它是要靠前产生 一般写s2的这个电压呢 它是要稍微晚一点点产生啊 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 因为它晚那么 你说几百微秒 或者说是几百毫秒 对我们来说也是眨眼之间的事情 是吧 对我们来说啊 没什么影响啊 这就是 只是说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 这个s1 s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先后啊 好 这里有个ppv8 i o i是什么 输入 i是什么 o呢 输出 啊 这里就是说 ppv8 i o 就是指我们什么 输入输出接口的供电呢 啊 ppv1 v1 s2 cpu的一个1.1伏供电 好 固定的不变的一个电压 就是0.8伏我们的核心供电 啊 内核供电也是啊 好 再定 再看一下啊 pp cpu s ram 哎 这个s ram 是什么呢 s ram 它和sd ram 你这个 要 分开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s 这个什么s ram 是什么东西是吧 sd ram sd 啊 m 这是什么 暂存嘛 内存嘛 对不对 嗯 内存嘛 那么这个s ram呢 s ram 它是我们的 缓存 啊 这个缓存 它不是在盖子里面 它在哪里啊 在cpu里面的啊 一块区域 它可以让这个我们的cpu的运行速度 效率更高 像我们电脑的cpu上也有缓存这个开量 是吧 一级缓存 二级缓存 一般cpu的性能越高缓存 也就越大 当然在cpu里面有限的资源里面 你要把缓存做到很大是很难的啊 啊 代价也很高 好下面这个呢 是我们的cpu的s ram 是不是 cpu的缓存 这跟我们显示效果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当然这个电压呢 它肯定也不是说一按下开机键就产生 是吧 还是后面才出来的 是吧 啊 这是一个 好 再往下面来看啊 ppdcs se 8.0.875V cpu的供电 ppvddqlse 是吧 也是cpu的供电 0.6V 好吧 0.6V 然后ppcpu1call 1.06V 然后一个pp1v2 soc 1.2V的核心供电 对不对 哎 pp1v2 lp adc 是吧 adc通常就是指我们什么魔术转换之类的这种 一个电路啊 在cpu内部的这样一个电压 是吧 其实呢 它关键来说 后面的这些字母啊 比如说 lp adc啊 什么soc啊 什么ecall啊 这些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花太多的精力啊 在这上面去 关注 它这个每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而是在于这个维修的时候 我们要测 它这些电压 哪些该有哪些没有 是吧 好 所以说按下开机键呢 基本上来说 这上面呢除了两个gpu的供电 我们可以暂且先不管它 也就是其他的都要有 也就是说差不多就15-2 是吧 这13路 都应该有啊 这电压没有你叫cpu怎么工作呢 是吧 好 各主供电 这是在第六部啊 我们看有个大大的6在这个地方啊 第六就是产生各主供电 第七 哎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传统 是吧 供电之后产生要产生什么 主时钟啊 24兆的主时钟 A C 1010 C 1011 这是邪正电容 2 1011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啊 一个匹配电阻 或者说是一个啊 衰减电阻 它可以让这个政府啊 变小一点点 对这个防止这个金正过正 防止政府过大 是吧 衰减电阻 这是第七 哎 产生了一个24兆的主时钟 好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把它写一下 第七部就是产生24兆的主时钟 那就是第七部 产生24兆的主时钟啊 好 第八部呢 第八部 发出复位咯 pmu2 system cold 是不是啊 reset 嗯 那么发出了这样一个复位电压 我们知道复位电压啊 都是 基本上都是电源发吧 不管是在 电脑上啊 还是在手机上啊 其实它的这个复位的源头啊 它基本上都还是来自于电源的啊 啊 这边就是一个 pmu2 system 就是systm 就是到 整个系统的 一个复位嘛 一个复位嘛 好 那么这后面呢 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 cold cold 这个 cold cold 冷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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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什么 表示说这种 它是 属于一个相当于硬复位一样啊 就相当于我们 电脑上那个有一个复位开关 你直接就按下去了一样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叫什么 它是用通过软件来复位的 那么这个R12这个角呢 它直接通过一种硬复位 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上拉电压是PPV8s2 R306 这个电阻不能掉啊 掉了这个复位就 没办法复位了 好吧 手机就起不动了 这是一个 pmu2system cold 的reset 刚才要 这是个冷复位啊 电源发个系统的冷复位 好 有了前面的供电 时钟复位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手机呢 就差不多了啊 就要开始工作了嘛 是吧 这个时候差不多白苹果就要 就已经出现了 白苹果出现之后 紧接着 它要读硬盘里面的操作系统啊 这个 这个 CPU跟硬盘之间呢 它是用PCIe接口来连接的 我们后面会有一节来专门讲一下这个 硬盘电路这一块 它的工作条件 在这里呢 大致的介绍一下就是说 呃 CPU和硬盘之间是通过PCIe接口 连接起来的 这跟我们之前 什么六代的那些有点不一样啊 七代的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硬盘呢 需要几个供电呢 这个硬盘呢 它需要这么三个供电呢 看一下啊 那么三个供电 在这个地方有三个供电 第一个是 啊1.8V PPEV8 1.8V 啊PPEV8IO嘛 输入输入结果供电 第二个供电什么 是吧PP0V9NNNND0.9V 第三个供电是PP3V0-NNNND 是吧 这是由我们主电源提供的 好 那么整机的就差不多 就开机了 好吧 到这里就开机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流程呢 跟我们前面的五代呀 六代呀 七代呀 没什么两样嘛 还是一样的嘛 是吧 当然 它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一个差异很大 很大的地方啊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电池的信息检测 哎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差异很大的地方 呃我们在六代的时候呢 电池的信息检测呢 是通过SWI嘛 SWI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 通过SWI检测的 七代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七代啊 七代也是通过SWI 你看到没有一根线子 我现在打开的是七代啊 我现在打开的是 iPhone7 iPhone7的开机电动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差异啊 七代的这个是怎么样子的 呃电池座JF23的 R3 R三角 把这个电池的信息 通过22201 然后送到F2角 啊这个叫什么啊 Tiger's 2 battery SWI 啊这个Tiger's 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充电IC啊 充电IC它就干什么 它去读电池里面的一些信息 电池里面包含了 什么信息啊各位 电池里面包含了以下几类信息啊 啊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 啊温度 电池的温度 是吧 第二个 啊第二个就是电池的充放电次数 是吧 是吧 是第二 第三个 我们电池的 厂家信息 在这里都可以反馈出来 基本的就是这么简单的 当然还有什么电池的效率啊 是吧 在这个地方呢 都可以展现出来 那么在7代的时候 6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这个电阻如果说 你一开路怎么样 就会出现什么现象 就会出现进系统后重启哦 显示充电充不进哦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iPhoneX里面呢 iPhoneX里面 也是一样 它用的是什么总线 它不是SWI了啊 那它那个是一根线是吧 同样二三角之间呢 它也反映了整个电池的信息 也就是什么啊 温度啊 充分电池 电池的生产上信息啊 这些等等 电池的效率啊 它用的是什么总线呢 我们看一下这 IRC0总线 看到没有 IRC0 SMC SDA SMC 这样一个总线 中间加了一个MOS管 嗯 在早期的时候呢 充电池的信息啊 它是 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充电IC的 而现在呢 它是直接传递给谁呢 现在它是直接传递给我们的 CPU了 除了给充电IC 它还给CPU 你看一下这个流程是这样子的 从二角这边过来 这是我们什么 数据 这个数据 经过这个MOS管 把数据传递给 EU1000 CPU 送到AW16角 这是一个 嗯 三角这边 经过这个MOS管 然后 直接传递给 AY16 送到CPU 一个时钟线 一个数据线 就是IRC的一个特征吧 两个线 把 电池的信息 传递给我们的CPU 呃 我们 最近修到了一些 这个iPhoneX 或者是iPhone8 遇到什么问题 就是 比如说 有些人把这个电阻搞掉了 把这个什么 223 3202搞掉了 或者是223201搞掉了 搞掉之后出现什么样子 出现就是那种 进系统后重启 进系统后重启 嗯 然后呢 不充电 显示这种现象 就跟我们现象都是一样 只是结构变了啊 好 那么又有很多人在说了 他说老师啊 这个 两个MOS管 坏了咋搞 我到哪去找啊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把它短接啊 很多人在想 想这个问题 是吧 嗯 那能不能短接呢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的 是可以短接的 但是 短接之后 有没有后遗症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 肯定是有后遗症的啊 那么 最近呢 我们也修到过一些这个机子 我们也发现怎么样子 哎 这些机子拿过来之后 直接就已经被短接了 哎 短接了 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啊 哎 但是你要知道啊 现在你短接之后 就相当于他没有经过MOS管啊 就相当于二角直接通达到了什么 CPU的W16角 三角通到了CPU的W16角 这个时候 你要确保 电池的正极这一个角 千万不要跟二角 碰在一起了 你要碰在一起的话 CPU马上就挂掉啊 立刻就挂 连你后悔的时间都没有了 啊 因为为什么 电池是多少幅啊 电池最高电压4.35 啊 你这个I2C总线最高电压也多少幅 1.8V啊 啊 没有商量的余力 直接挂掉了 好吧 所以这个MOS管在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它的作用是做一个前后 电位的隔离 啊 它是做个隔离啊 你想一下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一下 如果当MOS管还在的时候 我们假设前面短路了 诶 这边短路了啊 短路了 诶 电过得来吗 诶 这样子过不去哦 是吧 这样子也过不去 它过不去 啊 它是过不去的 好吧 诶 你想啊 你这里4.2 这是1.8 这是个什么勾到的MOS管 镜头指向积极是什么 镜头指向积极是N勾到啊 你这个地方是4.2 我这里是1.8 要G大于S才会导通啊 是不是啊 诶 现在S也是1.8 G也是1.8 所以它根本就不通 知道吗 它基本上就不通的 好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起到了一个什么 前后隔离的作用啊 前后隔离的作用啊 前后隔离的作用 啊 这样子的 4.2 短路也不会把后面烧掉 当然如果说你 发现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已经被短切了 或者是你想把它短切 就一定要慎重的啊 插电的时候 我们连 连那个电的时候不要短路 短路来吧 故障搞大了是吧 搞的本来本来可能就不充电的 你把它搞得不开机了 我赔一个板要几千块钱是吧 要注意一点啊 你细节要注意啊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可能对这个地方不懂啊 就是 呃 3.4伏变换这一块 3.4伏变换这一块啊 我们来看一下 3.4伏变换这一块是这样子的 PPVDD面这个供电 PPVDD面这个供电啊 它过来之后 然后呢 一方面我们知道 往上面是送到哪里去的 往上面啊 是送到我们主电源的 然后往下面呢 是送到了 这一个3.4伏的变换IC 送到这个地方 好 那么 我呢 把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 单独的一个讲解啊 我们看一下 待机的供电分布图 来 这是一个iPhoneX的一个 待机的供电分布图 那么我把这个图做出来呢 我就是希望大家 对这个 整机的供电啊 有一个 明显的认识 不要太笼统了 那么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 来自电池桌的 J3200 一脚的供电 到这里 PPBATTVCC 把电池的供电 经过哪个呢 啊经过 送到我们的 送到我们的U3300 这个充电IC啊 充电IC 这个内部有一个 充和放电 控制电路 充电和放电 都要控制它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开机电路里面 我们没有讲到插充电器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讲的 不是充电过程 我们讲的是什么 是放电过程啊 在放电电路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F1脚这个电压进来 进来 要做什么 VBATTS1 S1 我们刚刚讲过嘛 就是做电压 一个检测嘛 是吧 初步一个判断 当这边电压 急性正确 电压正确 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就从 A B C D E 是不是 输出 送到了 A R B R C R D E R F R 哎这个时候 就产生了一个什么 PPVDD面 是吧 那另外一方面 当这个电压呢 经过这个摩执管的时候 是吧 我们充发电控制电路 没有问题的话 就让这个摩执管 也完全倒通了 所以说 我们的PPVDD面呢 它其实是两路 共同产生的 不是说 某一个产生的 不是说Q350产生 也不是说U3301个产生 它是大家 共同努力的结果 好吧 哎 我就把这个 流程再讲一遍啊 因为很多人 在这个地方 容易混淆啊 搞不清 也就是说 这里的电过来啊 过来 先经过什么 在这里 要做一个sense 是吧 做一个 检测嘛 再做一个检测嘛 再做一个检测嘛 检测 检测 检测OK 好 没问题 电压正确 即兴正确 好 开关闭合 闭合之后 然后产生一个主供电 主供电啊 主供电过来之后 当然刚开始 它已经先从这个 过来了一部分电 是不是啊 只说它有一个损耗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充发电控制电路 让这个莫斯管的勾到 怎么样子啊 完全的 导通 完全的导通 好了 它们就怎么样子啊 交叉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呢 这里是 一路 这里是两路 它们怎么样子啊 两路